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找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九节 比如说我们下象棋的时候 这个棋子放在哪个位置了 那周围我都要看清楚的 耶稣带领门徒三年半的时间 那是日日夜夜呀 我们福山第一教会还算是一天 至少领受三次这灵力的粮食啊 每天浇水给豆芽 就是每天给豆子浇水的时候 不知不觉就长成豆芽了 我们现在可能察觉不到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我现在始终是豆子呢 还是已经长成豆芽了呢 但是每天至少浇三次水 每天浇三次水 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成长起来了就能为主做工了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如果眼前的牧师是假牧者的话 就祸害信徒啊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四节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做牧者的资格 牧师是要获得上帝赐给的智慧 知识和明哲的 传导书十二章九节 获得了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 才能传福音呀 在耶稣基督里 我的新华意念要由耶稣基督主宰的 而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 都会败坏自己 菲利比书四章七节呀 我们不属于耶稣基督的时候呢 都是为了出自己的名声 并不是遵守上帝的话语啊 很多牧师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 没有上帝的话语的平均 没有几张几节的这地址啊 上帝告诉我们智慧是以灵明为居所的 真言八章十二节 真切的圈大家能够醒悟分辨过来 罗马书五章十八节 我来读一下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这里指的就是 当亚当犯罪了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异形 这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异形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阿们 我们因耶稣基督才能成为义人 第十九节 因义人的悖逆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了罪人 亚当下 正是违背了上帝的话语 就是犯了悖逆罪 没有听从上帝的话语 大家和我不听从上帝话语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 很多人说 我有好的行为 但是我就在这方面 没听上帝的话 不听上帝的话语 不遵守上帝的旨意 这就是最大的罪恶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了 福利第二十节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显夺 只是罪在哪里显夺 恩典就更显夺了 阿们 罪在哪里显夺 恩典就更显夺了 所以我们 要多认罪 多悔改 我们人都是罪人 有很多很多的罪 而我们怎么能 遵守上帝的话语 爱正是完全了律法 罗马书十三章十节 遵守上帝的话语 就是遵守诫命 爱上帝 爱人如己 然而很多的教会属于教派 分党 分宗派 那都不属于圣灵了 第二十一节 就如罪做王叫人死 罪做王叫人死 犯了罪恶就属于魔鬼 那有些人经常背地里议论别人 说别人坏话 批评别人 指责别人 辱骂别人 这都是在犯罪 犯罪的人就会毁谤他人 使徒形状二十章 大家可以读一下 福音是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的 使徒保罗传福音 无论去什么场所 无论去哪 无论遇到谁 真是为了拯救那个灵魂 传福音 传了爱 而大家和我 我们有这样传福音吗 甚至我自己的灵魂都没有得救 我怎么能 爱身边的灵魂 我怎么能拯救身边的灵魂呢 彼得先说一章二十二节 恩典也借着义作王 因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才能成为义人 菲利比诗三章九集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认罪悔改 做了四阶段悔改 罪得到了饶恕 我们才能成为义人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的罪恶得到赦免了 这时候才是义人 很多人说我成了义人 而从来没有认罪悔改 那就是假的呀 很多人说我蒙恩典了 但是从来不认罪 也不悔改 不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 那就是假的了 那并不是恩典呀 恩典就是因耶稣基督 才能得来的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使我的罪恶得到赦免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才能来到上帝面前 这是多么庞大的恩典 所以为了领受这恩典 我们要认罪悔改 而且多认罪多悔改啊 这世上有很多的学问 有很多的学识理论 那世上的学问呢 都是靠理论知识的 上帝的话语是真理 上帝的话语是生命 能使死的活过来 能使无便有 罗马书四章十七节 怎么能使死的活过来 怎么能使无便有呢 不是靠我们理论能明白的 很多人说 哎呀我为什么遇到困难了呢 我们总是按照自己的理论知识 了解圣经 总是想按照世上的理论知识 来认识上帝的话语 这时候是 没办法明白 没办法懂的 就像蝴蝶 是因为有 蜂蜜的香气 才找到 才找到这朵花呀 而我们呢 花前学了很多 世上的理论知识 但是这世上的理论知识 仅仅是说谎啊 我们自作聪明 而世上的聪明 世上的理论知识 仅会败坏自己 也会败坏身边的人 一个国家走向危机 一个国家走向败坏的时候 分明是 所谓的精英人士 有学问 有学问有文化的人 把一个国家推倒啊 格林多前书 三章十九到二十节 世上的学问 仅仅是传福音的工具啊 传福音的工具而已 而我们总是 我们总是把世上的学问 理论当成是 信赖的对象 结果败坏自己了 上帝的话语 才是拯救灵魂的 上帝的话语 是抑制我的心灵 拯救我的灵魂 使我得救啊 给我自由 所以我们每天来教会 为的是来聆听 上帝的话语 为的是来领受 上帝的话语啊 而大家为什么始终 察觉不到自己呢 我们每个人 要检查一下 自己的行为 我们每个人 要检查我内心啊 很多人不认识 什么是恩典 那么恩宠又是什么呢 大家说是信耶稣基督 大家说是 靠着耶稣基督 保险认罪悔改了 而大家为什么 还始终不明白这些呢 大家说是 做了四季段悔改 但是大家为什么 始终还不明白呢 给大家传了 大家始终分不清 什么是礼仪 什么是外衣 这真的是太遗憾了 如果我把礼仪 如果我把背心 穿在外衣上边 那这肯定是 在别人看来 我有点问题吧 比如说每天早晨 来盛米饭 我拿着一个酱油盒子 来盛米饭 能吃吗 酱油盒子那么小 盛米饭的碗 应该是很大的呀 上帝已经为我预备好了 把好的祝福 把我所需用的 为我预备好了 医治我的疾病 改正我不好的性格 我需要的物质 上帝也为我预备好了 我所需用的一切 上帝全为我预备好了 神明记三十章十五节 而我们为什么不领受 甚至为什么排斥这么好的祝福呢 我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就要做见证人 为上帝而活 做见证人 路教福音二十四章四十八节呀 所以每个凌晨得到主的帮助 每个凌晨投靠主的帮助 所以要多蒙恩典 怎样才能蒙恩典呀 承认罪的罪恶呀 我察觉出我原来有这样的罪恶 那我有这样的罪恶了 我就真切地来到主面前 来到耶稣基督这里 真切地认罪悔改呀 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终保者 所以恩典就是要悔改呀 恩典正是让我悔改了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很多牧师都不明白这一切呀 站在眼前的牧师是什么样子 那我也会成为什么样子 马太分十章二十四节 如果站在眼前的牧师去地狱的话 就带着信徒都要去地狱了 马太分十五章十四节 所以作为牧师 作为牧者 要有智慧 要有知识 这智慧和知识 是上帝赐给的智慧与知识 传道者 传福音的人 要获得上帝赐给的智慧与知识 传道书十二章九节 因为 传耶稣基督的福音 全靠上帝的能力 是上帝的智慧呀 有一次我平牧师 看了基督教的电台 里边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讲 我们教会 每天默想至少三到五个小时 但是在我平牧师看来 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呀 因为默想是什么呢 默想 是真切的认罪悔改 是我们每天24小时 持续默想圣经话语 持续默想上帝的话语呀 韩国这么多的教会 却分了各种各样的党派 这真的是很严重的问题呀 我内心正直的话 就有相应的行为的 动物总会有动物的行为 而人 人的思考 人的内心 是正直的话 就有相应的好的行为呀 在这凌晨我们来到主面前求主帮助我 我内心误会肮脏的邪恶 求主饶恕我 向主坦白认罪悔改的时候 主饶恕我的罪呀 路教分一章28节我们读一下 天使进去对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阿们 我们每个人省查一下我的内心 我是不是蒙恩典的 我内心平安吗 很多人脸上没有笑容 不平安啊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因耶稣基督我才能成为义人 因耶稣基督的恩典 使我们成为义人了 而这恩典 全靠耶稣基督才能领受啊 我们找一下约安福音 一章十七节 蒙恩典正是意味着 主与我同行啊 我们国家现在很危机的 大家和我如果没有恩典的话 我们内心没有耶稣基督的话 全是属乎肉体的想法 一会儿觉得委屈了 一会儿觉得哎呦真心疼 我心疼什么呀 我内心心疼 是出自自己的贪婪私欲 按照自己的标准 那都是属乎肉体的心思啊 我内心要有耶稣基督 由耶稣基督主宰我的心怀意念的时候 没有这样带着血气的想法 不会被 不会体贴自己的意思 我们春天的时候 种下好的果子 到了秋天就有收成了 我们韩国现在面临很多的严重的问题啊 国家的领土真的很小 这问题是出在我们每个人的良心呀 我们 我们要蒙恩典 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信耶稣基督 因耶稣基督的保险 使我的良心活过来吧 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为什么各个领域都在偷吃 偷盗呢 这都是因为我的良心死去了 无论在教育领域 还是政治领域 还是在科技领域 那我们在教会 我们传福音 为的是使人的灵魂活过来 使良心活过来 而为什么很多教会没有恩典了 就是教会里 为什么都不认罪悔改了呢 因认罪悔改了 我内心才能获得平安和喜乐 与主同行就是恩典呀 与主同行的时候 使我得到允许啊 我们呼唤主啊 求主赐给我这允许啊 主与我同在 主与我同行啊 罗马书五章二十节 那么我们就认罪悔改吧 我们找一下 以弗所书四章七节 以弗所书四章七节 使我们因耶稣基督蒙恩典 这是最为基础的根基啊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脱离罪恶 从罪恶的奴仆 做了义的奴仆 这正是多么好的恩典呀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能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因耶稣基督成为义人 真言十章二十四节 义人的心愿得以实现啊 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 因信耶稣基督 使我们明白圣经话语 使我们领受圣经话语 因信耶稣基督 圣经教导我们的是智慧 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与知识啊 上帝是最爱我的 上帝最了解我的处境 无论在何时 上帝总要帮我 我们犯了这么多的失误 上帝始终怜悯我们 是慈爱 爱我 而我们为什么始终 这样顽梗被你 不肯认罪悔改呢 我们向上帝承认坦白 主啊 这方面我错了 这方面我又失误了 我犯罪了 求主饶恕我 求主保守住我的内心 使我脱离罪恶 上帝要求我们的 并不是很困难的 是让我们认罪悔改 脱离罪恶 离开邪恶 来归向上帝啊 而我们为什么始终 不肯认罪悔改呢 我们跟身边的人 相互问候一下吧 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无论如何是能行的 在这凌晨领受上帝的话语吧 因信耶稣基督不仅拯救我的灵魂 拯救身边的人 拯救这个国家 上帝使用我的口 上帝使用我 上帝使用我 传福音啊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顺从 顺服上帝的话语 以福所书四章七节 我们读一下 一二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良给个人的恩赐 阿们 因基督耶稣的宝血 使我们获得了这信心呀 这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 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认识到我是罪人了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吧 蒙恩典与主同行 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内心是无比平安 无比喜乐呀 因耶稣基督使我们获得了这份信心呀 那么大家说是信主 为什么脸上始终没有笑容 心灵不平安呢 我们相互看顾一下我周围的人 我周围的人脸上有笑容吗 我们都是罪人 昨天晚上睡觉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晨 这睡觉的这途中 我心里身体里还是有罪恶呀 就像我昨天晚上刷碗了 那到了第二天早晨 我还要刷一遍这昨晚洗过的碗 因为一夜之间不知道有虫子走 有虫子爬过呀 所以我们认罪悔改 是不停地认罪悔改 上帝最爱我 上帝说了 不停地认罪悔改吧 铁撒伦家前述五章十七写 正是不住地祷告 我们要不住地祷告啊 让我不住地祷告 正是让我不住地领受这恩典 让我不停地领受这恩典 这是多么庞大的爱呀 这是多么好的爱呀 而我们很懒惰 不愿意祷告 不愿意悔改 我内心装满的是贪婪私欲 我们总是想体贴肉体 主啊 求主饶恕我的罪恶 我们要蒙恩典呀 蒙恩典正是因基督的宝血 使我成了义人 因基督耶稣的宝血 使我们与主同行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这时候我内心是平安的 我内心是喜乐的 每个凌晨每个凌晨 我们要获得这份恩典 真切地志愿 大家都蒙耶稣基督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成为义人 因耶稣基督 祷告主的时候 得允许啊 唯独通过基督 使我们蒙恩典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主啊 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了 这正是上帝给我的声音 正是上帝提醒我 让我蒙恩典呀 求主帮助我 使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从中聆听上帝的声音 使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 真切地认罪悔改 使我们领受上帝的帮助 主啊 我们相信主帮助 主引导我的心 真切地认罪悔改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